现场有一个很特别的来宾 这个李茂龙大哥 你是台北市的前中心里的里长 是 你当了几年里长 我当了六届 我之前的里长是我父亲 所以我父亲加我 现在是我太太总共11届 你们加总共当了11届里长 所以我们对基层的脉动很清楚 中心里是在信义区 在基隆路信义路口 国际会议中心对面 所以你本来是国民党籍的 本来是 现在呢 五年前就不是了 好 那五年前不是这一次 你是串联联署声援跟挺郭台铭选总统 到底的郭粉 是 为什么你会从国民党这一个成员 然后最后转换成挺郭的郭粉 我想当里长当久了以后 会听到的都是直接的民意 所以我觉得 教育会是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善恶 所以我觉得终究是走自己的路比较好 那为什么会跑来挺郭 是因为我看到很多郭粉的义工 在那个大太阳下面在发 所以有一次我就好奇跑到重庆南路 上礼拜六 我看到他们所受到的委屈 我真的从这边被赶到那边 又被赶到 被谁赶 就是商家会影响生意 不是讨厌他们 只是人很多嘛 就把人家商家的那个店面 其实我都赶 后来也会热心的 就去把三商巧服全部包下来 那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稳定下来 做连署的作业 我就好奇这个跟这些妈妈问 我说你们过去有没有 譬如说你投谁 基本上这些妈妈以前不管政治的 让我很感动 说那我请问一下 为什么你们愿意这样子 冒着大太阳这样子 他说他们觉得台湾现在 就是需要郭台铭这种人 他的能力 他的格局 视野等等的条件是拯救台湾 拯救台湾的意思就是 拯救他的孩子 让他的下一代 他的孩子在台湾可以安居乐业下去 所以你们就是自动自发 串联成钢铁锅粉 应该是纯钢 你的人生跟鸿海过去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我也不认识郭台铭 你也不认识郭台铭 我不认识 可是你前一次去年有投入台北市的议员的选举 是的 在松山新议 好 然后你是败选 但是你的太太就投入里长的选举 所以你的太太到今天为止都是台北市的中心里的里长 对 那前一次的选举你是挺丁守中还是挺柯文哲 我挺柯文哲 所以你是一个郭柯粉 对 你是一个郭柯粉 那你现在就热见郭柯整合跟出来参赞了 我想不止只有我啦 因为来连署的我大概会做个民调 其实赞成郭台铭跟柯文哲连的80% 你们来连署的人 他只要有连署我就问啦 那甚至说台铭党他们说很多人都愿意参加 真的喔 真的这是真的 郭柯粉喔 最直接的民意 就是说现在连署挺郭台铭的 你接触到的有很多人愿意参加台铭打 对 好那你们的连署串联到什么程度 你投入多大的程度 我礼拜一到现在我那边大概 我们A4一包一包大概就已经三包去了 三包大概多少份 应该两三千份有了 那你主要接触到的都是哪里的郭柯 我今天早上收到一个从日本寄来的 真的假的 打开来看看 打开来看看 好这个是国际的这个 邮包 邮包 邮包1、2、2、4 那日本的 这个从日本近江线来的 近江线 所以他可能在台湾还有户籍 应该是 那我昨天前天还有 也有美国的 也有东南亚的都有 有这么多华侨喔 这么多华侨锅粉喔 真的 所以我很感动 对啊 你很感动 你们现在这样子的串联 比你预期的还要乐观 这个让我有点想要流眼泪 我觉得超过我的预期 好那在你周围的信义区跟中心里有多少锅粉 举例啦 我们里面有一个长辈 我过去都以为他是深绿的民进党 那天他到庙来 因为我们现在改在庙嘛 在庙里头联署是不是 对就在基隆路旁边 我们希望郭台铭走过去也会看到我们 一下车跟我们打个招呼 那我们呢那个小离桑 我也不期待他会联署 因为我在过去他都是站在深绿的角色 我说郭台铭阿伯 就拜托 他说郭台铭没问题我签 好他就签了 他就签了 这不是只有签名而已 这还要交身份证的这些银粉 对他就身份证拿来 我们就到便利商店影印一下 然后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嘛 就填得比较慢 我们一个慢慢诱导他 万一他填错 深绿的会不会觉得郭台铭选对 对啊 深绿到底是反串的 我们是正新的吗 深绿郭粉到底是反串的 还是真的郭粉 不过那个教育讲 教育讲的是有可能 但是我里长当这么久 这个人跟我不是一年两年认识 这个人绝对是 因为我的邻居也有 我邀请大家联署他不要的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郭台铭跟柯文哲的结合已经打破 我看各位都要重新去 对这次选举做 重新要刷开 重新要一次的认识 好我可以理解 如果台北市柯文哲的票 他可能乐见郭柯和 对不对 因为台北市会投票给柯文哲的 他应该都是相对比较挺的 或者相对比较喜欢柯的 所以在你家的身边的这一类的 台北市的票源 那显然就有一些是这种郭柯粉 那个花蓮开车来的 杨梅开车 台中打电话说要寄的 全家从泰山开车来的 我觉得这个已经我没有办法去 去一一的形容 我只能说 那你们怎么串联 他怎么知道开车来 他们都在脸书上 我们有老虎军团 好所以你也是老虎军团的成员 那你也是老虎军团的义工 我是义工 好 你们自己出钱出力出人这样子 完全跟鸿海富士康没关 没关系 真的 真的 所以你们就是 应该说网路上的郭柯 主动在社团里头 互相分工合作 对像那天我们在重庆南路 因为本来要去7-11影印 结果被人家 因为7-11说你们人太多的影响 他做生意 我们就被赶到对面 马上就有人去搬发电机来 真的 去搬营运机来 可以调动发电机要有点本事 然后所以这个郭粉是 还有没有那个鸿海的名牌 没有 我跟你保证不会来 因为我们里长当久看得出来 那再后来 没有 我观察到郭粉有一些人是中小企业 就是说他并 经济选民 经济选民或者中小企业 他可能去调度这些 可能是有能力的 上一次来的那一个黄小姐 他事实上也算中小企业 就是说郭粉里头可能有一些人 可能是有一点经济能力 有一点社会能力 可是确实可能是不爽蓝绿 然后确实可能期待某一些化学变化 特别是政治上的变化 特别在信义区很多大楼 商业大楼 信义区的收入跟资产可能又比较高的 那个都会有大楼的代表来说 他们大楼要连署 那就拿连署输回去 不用拿很多 他们自己会印 你说信义区的上班族 对 所以你们在信义区 因为你本人中心里就在信义区 对 所以你们有信义区的上班族 是直接找你们 然后说他们要连署 因为目前台北市我们是第一个点 好 然后你可能也不认识 他们就去分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公司上班 然后就弄回来就交给你 对 所以你才会说你这几天 你已经是三份A4都用光了 对 三包 但是他们有的是拿两张 他们自己回去营运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数量应该 可以稍微再多一点